兄妹打六个科学换六个童话币 大宝打二十个科学换二十个童话币 贝儿打五十个科学换五十个童话币 换到这么多童话币我可以买很多零食啦 大二弟弟你好厉害呀能教教我吗 想多打科学晚上就要少睡觉 我明白啦 喵喵喵你们怎么有这么多零食 我们用科学换到的零食 我要去换科学 阿姨我也要换科学 你的科学太少不能换 好吧 怎么办我没有瞌睡能换 白雪姐姐你昨天晚上睡了多久 我吃完饭就睡觉了 大概十一个小时吧 十一个小时啊 你睡得也太久了 妈妈说多睡觉才能长高 你长高了吗 应该快了吧 虽然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长高 但是你今天晚上少睡几个小时 明天就能用瞌睡换零食了 那我试试吧 白雪快去睡觉吧 妈妈我想晚点再睡 好吧 白雪快去睡觉 妈妈我还不困 现在必须睡觉 好吧 小妹打六十个科学 换六十个童话币 大宝打八十个科学 换八十个童话币 贝儿打七十个科学 换七十个童话币 白雪打两个科学 不能换童话币 我怎么还睡不行了 你们都很厉害 刚开始是会打不出科学 你看 小妹上次还只能打六个科学呢 这次已经能打六十个了 白雪 你昨晚睡了多久 我睡了十个小时 我妈妈不只会玩睡 那你就一直不能换瞌睡了 白雪姐姐 你可以假装睡觉 别让我喝完一白雪 我今天晚上 一定要坚持住玩电视 爱你顾身总爱讲 爱你不乖的模样 爱你对着过去忘不肯 哭一场 白雪 不睡觉唱什么歌 你再不老实睡觉 我就过来和你一起睡 马上睡 看来我还是不能换瞌睡了 大宝熊妹贝啊 或者在睡了 这节是数学课 不是睡觉课 白雪 我们失眠了 晚上晚上睡觉会 老白雪再开始困 你们小小年纪怎么会失眠 因为我们把瞌睡都卖了 大宝哥哥 白雪姐姐 我们该怎么办呀 我的瞌睡分给你吗 白雪 你哪来的瞌睡 我昨天晚上坚持住 一夜没睡就有瞌睡了 白雪 谢谢你 平平平的小朋友 一定要早睡早起啊 千万不能像我们这样 下期再见吧 这是谁的尾巴 是蜡鼠的 这是谁的尾巴 是小盒子的 这是谁的尾巴 是狐狸的 这是暗杀的 贝尔出局 我不要 这样我就不能获得 动物园的门票了 不认识动物 不能获得门票 贝尔消失 剩下的同学 你们要加油了 答这两题 就能获得门票一张 我可要看仔细了 我还要去看孔雀呢 就没有我不认识的动物 来吧 小妹你可要好好看 咱俩说话一起去的 好没问题 这是谁的尾巴 是小狗狗的 你拿牛猫的 小妹答对 大宝消失 我有保护罩 保护 嘿嘿 这一家我就不会消失了 没想到你竟然有保护罩 好吧 这是谁的尾巴 我知道 是小羊的 不对 是小兔子的 白雪答对 黑暗魔王消失 保护罩 嘿嘿 我也有保护罩 小妹白雪各答对两题 给你们俩一人一张门票 呀 太好了 小妹 我们俩可以去动物园吧 嗯 老师再见 我也想去 老师 你出的题太难了 是啊 我们每次都在做 黑暗魔王大宝 这些都是我上课讲过的 你们俩老师说 是不是上课没认真听讲 呃 老师你说对了 哼 那你们俩就不要去动物园了 我自己去了 呃 不要 老师 你再跟我们讲一遍吧 我一定要去动物园的 呃 我要干狗技 那好 我再跟你们讲一次 听好了 老鼠猴子 尾巴长 又长又细 像小便 熊猫兔子 尾巴短 又短又小 像毛球 松鼠狐狸 尾巴长 毛茸茸 像鸡毛毯 鼻虎小蛇尾巴细 又长又细 滑溜溜 好了 现在你们会了吗 会了 好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要是猜不对 你们就没机会了 知道了 请看大屏幕 这是谁的尾巴 你是松鼠 正切 这是谁的尾巴 五鼠 正切 这是谁的尾巴 这是肚子 不错 看来进步很大嘛 下一个 这是谁的尾巴 狮子 太棒了 这么难的题你们都会了 看来你们是真的学会了 现在 给你们一人一张 动物园的门票 我们终于拿到票了 动物园 我们来了 动物园实在是太好玩了 快让我 我们要进去 不能进 已经关门了 什么 关门 我在想看看恐惧都不行吗 你们来晚了 明天再来吧 怎么呀 真倒霉 黑暗魔王大宝 你们怎么现在才来 动物园都关门了 是啊 黑暗魔王 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 恐惧开屏可好看了 哈哈 为什么我这么咋呀 我只想看个恐惧 还有我 我要是上课好好听讲就好了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向我们学习啊 点赞关注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妈妈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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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完成家庭作业了吗 完成了 家庭作业 是什么家庭作业呀 大宝 你居然连作业是什么都不知道 老师 我忘记作业了 大宝 放心把作业做一百遍 白雪贝尔熊妹 到底是什么作业呀 大宝 老师昨天叫我们回家 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呀 就这作业呀 哎呀 我肯定可以完成的 不就是一百遍 妈妈 怎么了大宝 妈妈 我 我妈妈我饿了 饿了 那妈妈给你拿吃的 我怎么说 哎呀 没说出来呢 下次我一定要说出来 大宝 给你吃好吃的 妈妈 我 哎 哎 大宝 你爱什么 妈妈 你做的食物我爱吃 大宝爱吃就好 妈妈出去了 我怎么就是说不出狗呢 我去找大家问问 大家是怎么说出来的 白雪贝尔熊妹 大宝怎么了 我说不出来作业内容 怎么说一百遍呀 大宝 妈妈对我们很好 爱教大师说出来 对呀大宝 你想想 你妈妈每天照顾你 你直接说出来就好了 可是 我不好意思 我没有说过 大宝 没关系 你说出来就好了 呃 我不敢 那我们陪你一起 好 回去妈妈 大宝有话跟你说 大宝 你有什么话呀 妈妈 我 我爱你 大宝 你说什么 我说 妈妈 我爱你 我终于说出来了 大宝 你怎么了 是不是考试成绩考杂了 没有妈妈 我没有考试考杂 是啊 我请阿姨 大宝没有考杂 那大宝 你是不是在外面捣乱了 妈妈 我没有 大宝 你是不是想买玩具了 妈妈 玩具 你要给我买新玩具吗 我就知道 你一定是要是 不是的妈妈 大宝 大宝 你们快来帮帮我 我请妈妈 是这样的 慈母手中线 有此诗上衣 这首诗是告诉我们 妈妈手中的针线 为眼前的孩子 赶制衣服 我们知道 慈母手中线 有此诗上衣 妈妈对我们的爱 我们都感受到了 那我们也要回家 告诉妈妈 我们很爱她 今天的作业 回去和自己的妈妈说 妈妈 我爱你 原来是这样啊 虽然大宝 妈妈 所以大宝 没有导乱 大宝 只是和您表达情感 妈妈 我刚开始还说不出口 现在 我要大声都对你说 妈妈我爱你 大宝 妈妈好感动 妈妈也爱你 原来 你说出来真不舒服呀 小朋友们 你们的妈妈在哪里呢 快对身边的妈妈 大声说 妈妈我爱你吧 喜欢这个视频 就点击收藏 平用的去告诉我们吧 以后 你们的头像 来决定考试内容 太好了 我的愿望成真了 我的头像是 光头乔 体体在森林里 肯定很有意思 大宝的考试题目 是今天在森林里 砍一万棵树 这不得把我的胳膊累没了 大宝 快去准备考试 是老师 我的头像是白笔公主 等一下我只要天天吃喝玩乐了 兄妹 你的考试题目 是学会一千种舞蹈 那我哪还有时间休息呀 快去 明天就检查了 我去了 老师 我的头像是我最喜欢的王者游戏 贝尔考试题目 在王者游戏世界里成为第一名MVP保持一百天 这根本不可能 我现在才是个青铜啊 老师 那我呢 我的头像是小猪佩奇 白血 你的题目是最简单的 教会一百只小猪 被会惩罚口诀 什么 我自己还不会背呢 请假了一个星期真舒服 还逃过了一场考试 我再也不看数了 我再也不看数了 大宝 你在说什么呢 你怎么了 大宝 你的一万棵树呢 我在森林里 被狗熊追 被蜜蜂追 一棵树也没看到 什么 大宝考试零份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熊妹 你的脚冒烟了 快停下 卧币 我晕 熊妹 你学会一千种舞蹈了吗 老师 我学会了 熊妹一百分 警报 检测到作弊 什么 熊妹 你居然作弊了 哇 我妈 老师 其实是这样的 这是万能舞鞋 穿上这双鞋 不管是什么舞蹈 你都会跳了 太好了 不过 穿久了你的小灰帽烟 没关系 快给我吧 熊妹 这也算作弊 零份 贝儿 最爱美了 怎么穿成这样 贝儿 你呢 一百天 我不管是打上路 中路还是下路 不管是输出 还是辅助 一次也没赢过 我再也不想玩王者了 这笔 这是你最喜欢的游戏 还玩成这样 零份 最后一个同学 白雪 熊妹一百只小猪 别惩罚口气 别让一百只猪 学会派书来呢 那有多少只学会了呢 零只 白雪也零份 这次考试 除了没有参加的黑眼魔王 其他全部零份 没想到我没参加考试 反而逃过一起 小朋友们 你们对这次的考试题目 满意吗 小英文不过生回魔法吧 不是你们许愿 不想考语文术学英语吗 也当我没对一会儿 好吧 那我生回魔法 拿出事件 开始考试 哇 咱们又考 小朋友们 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次再见 哇 贝尔的脚长一百厘米 成绩一百分 太好了 熊妹脚长八十厘米 成绩八十分 光阅 白雪脚长三十厘米 成绩三十分 我为什么才三十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现在开始选新女王 候选人是贝尔和白雪 大家一定都会投给我的 我可是脚长一百厘米的满分人了 咋不是呢 我长期还帮助了别人 大家肯定会投给我的 白雪姐姐帮着过我 所以我要 太好了 熊妹 我就知道你会投给我的 所以我要投给贝尔姐姐 太好了 为什么 我 我要投给贝尔 大宝 你为什么不投给我 当然是因为贝尔是脚长一百厘米的满分人了 我也投给贝尔 我也投给贝尔 贝尔四票 白雪零票 所以 童话王国新的女王 是贝尔 以后我就是女王了 大家都要听我的 这也太奇怪了 白雪姐姐的脚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大家都更喜欢贝尔姐姐 老板 我要一个限量版的乐高模型 好的 这就给你的 老板 把限量版的乐高模型给我 白雪姐 明明是我先来的 我算 竟然是脚长一百厘米的满极贝尔 这个乐高模型给你 太好了 走了 天什么 怎么会这样 让让让让让让让我先玩 我可以去脚长一百厘米的满极贝尔 可是我们都在这里排队呢 我可不管 让开 白雪姐姐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大家都会给你打零分的 哼 大家才不会给我满极贝尔打零分 这也太奇怪了 为什么白雪姐姐的脚那么大 白雪 是因为大家中了大脚模法 什么 大脚模法 对呀 作业作业 每天都要写作业 要是不写作业 就可以靠满极就好了 贝尔 我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真的吗 当然了 贝尔 现在大家都会听你的了 哇塞 这就太好了 贝尔可真笨 只要他成为我大脚王哥的臣民 那等候王哥就会变成我大脚的了 要是这样 不可 我们快去告诉贝尔姐姐真相吧 贝尔姐姐 什么 我才不相信呢 你肯定是羡慕大家都喜欢我 才这么说的 不是的贝尔姐姐 不信你问小女巫 小女巫 白雪说的是真的吗 哎 糟了 小女巫被带小禁言了 贝尔 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他们是羡慕你才这么说的 不是的贝尔姐姐 你要相信我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应该相信白雪的话吗 觉得应该相信白雪的话 就发送一一 觉得不应该相信白雪的话 就发送二二告诉我吧 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